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子单打争夺前四名的比赛 这是下半区由王浩对瓦尔德内尔 今天这场比赛呢 两个人能够相对 就是很有特色 因为瓦尔德内尔呢 他比王浩是整整大了18岁 他是和蔡振华一批的运动员 那么到王浩这儿呢 应该有六七批了 六七材了 但是他还在拼弹上驰骋 现在瓦尔德内尔对王浩的反手攻球 很显然不适应 就是反手直板横拉过来以后 他有一些犹豫 现在三笔 三边 漂亮 梁云你接过没接过这个直板横打 你接的时候觉得变怒吗 直板横打和横板打过来的球是不一样的 直板横打打过来的球比横板要轻 而且他呢 他这个抓板的关系 他打过来带有些测旋球 所以就好像不太正规那种感觉 一般人猛的来一下是不是 6比3 现在老瓦拿回了发球权 现在落后两分 4比6 他吧 重发 漂亮 谁跟老瓦打如果吃他花球的话就很难赢他 哇尔德纳尔虽然今年已经39岁了 但是每到他上场的时候 总感觉不到他老 他的发球接挖球 衔接球都显得非常娴熟 人也显得很灵活 还有 漂亮 可以看到王浩这个反手啊 刚才这个变线变得非常漂亮 8比5 现在6比9 这球拉的也是很有特点 所谓的侧拉 实际上上拳很小 所以一般人都容易下 娃尔德尼仍然不适应王浩的反手 直板横拉 这样王浩以11比6取得了胜利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 首先老瓦发球 老瓦比王浩大18岁 直发球了 老瓦在比赛当中要把他的发球威胁体现出来 那他的球就成功了一半 便宜吧 大家可以注意这个玩得点发球 接发球啊 他接得非常好 一般都是用正手来戒 可身 三比 刚才我们看到瓦尔德尼尔赢了一个球以后啊 也攥起了拳头 这证明瓦尔德尼尔非常重视 也很想赢这场比赛 一般一般的比赛当中很少看到瓦尔德尼尔赢拳头 所以从奥运会打完之后 我想现在瓦尔德尼尔也格外的珍惜他 在比赛场上的机会 在过两三年之后 你说瓦尔德尼尔能再像这样参加世界大赛 我想他也会考虑退役的 越来越困难 这次呢 瓦尔德尼尔并不是靠他的名排名 或者是周际的冠军来参加比赛 而是靠这个国际评联的三个外卡 给了瓦尔德尼尔 也是考虑到他呢 这个对推动平方球很有作用 另外呢 就是他年龄比较大 但是水平还是相当具备条件 看来今天瓦尔德尼尔并没有因为脖子扭伤而影响比赛 目前还是非常投入 接发球直接拉 这是一个经验球 接发球直接轻轻拉起来 球很轻 准备 7-6 7-6 8-6 8-6 8-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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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7 7-7 7-7-8 7-7 8-7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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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8-8 8-9 8-9 8-9 8 8-9 8-9 9-9 9-9 -9 9-9 9-9 9-9 结果王浩呢是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回来 然后呢以11比9取得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 好 第四局比赛开始 马尔德尼尔发球 好的 通过这个球呢可以看出来老板啊 他对这个王浩的指板横拉呀 已经确实比较熟悉了 因为他在前面的一段时间 用正手打这个反手的指板横拉 基本上没有打到 其实在奥运会之前 所有的一些运动员参赛的各国选手 都已经把王浩的指板横打给研究透了 漂亮 但是乒乓球啊你广研究是从理论上你认识的 但是你并没有跟王浩天天打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大差距 那样王浩确实呢他具备了相当的实力 是的 相持能力非常强 被动防守也非常好 所以你在对他不适应 这样的话就很难赢他 王浩的球呢 从现在来讲应该 肯定是比以前难打 因为以前人家根本不适应他的反手 现在慢慢都在适应 漂亮 现在尝尝比较3比3 炒球 坚持进台 就像说我力量不大力量不大 但是我来的快 效果是同样的 击球时间早 和击球时间晚的力量大 速度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出球时间早往往给对方的出击不意的效果 他来不及准备 如果你轮胎背以后虽然力量大速度快 但是还有准备 没有用 马尔德尼尔现在是3比6落后 前三局是0比3负 王浩已经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好球 王浩的反手浮现非常低 而且又有连续性 像老瓦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了 现在8比3 OK 又慢了 这个球也是明显 明显看到老瓦的脚下步伐不够快 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对 气球点偏下 第二完号现在以10比4算是领先 还有 还有 第二完号就以11比4 取得了第4级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4比0 战胜了瓦尔德尼尔 也步入了前4名 那么最后呢就要看波尔和马林 这场比赛的胜者江和王浩 来争夺决赛权 我们稍后见 搅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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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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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